中国周边海域历来是每日潜艇频繁活动的地区,而随着现代潜艇销声、降噪等技术的发展,发现它们就变得越来越困难,为此解放军装备了新型的高新6号反潜机。 高新6号反潜机是在运久的基础上改进而来的,最明显的特征,就是它北部有一个长长的探测杠,它是为了应对日趋严重的周边海上局势而研发的,于2012年研制成功,现在潜艇已经成为每日威胁中国海军的重要力量。 而高新6号反潜机出现,让解放军的反潜防线前推了1000公里左右,而先进的反潜性能让每日潜艇,见了它就会飞快地逃窜。 高新6号反潜机的基础下,装有先进海面搜潜雷达,它能进行360度环视覆盖,观察较大面积海上区域,主要用于监视随时可能会露出水面的潜艇通气管等设备。 高新6号反潜机常常的探测杠,是用来探测水下潜艇的磁翼侦测设备,它是靠探测地磁场的异常来判断海面下是否有潜艇存在。 同时,该机能携带导弹、深水炸弹、水雷等反潜武器,到达目标区域后。 高新6号反潜机,先运用记载上的雷达等设备搜索海面,如不能发现就用深纳浮标搜索。 一旦发现目标征后,就会使用诸董声纳浮标或磁探椅进行精确定位,并根据要求对其进行驱离合攻击。 高新6号反潜机具有流控时间长、机动性强的优势,加上集侦察、分析,攻击于一身的特点,让它能显著提高中国的海上安全,同时保证海军战舰和潜艇突破水下潜艇的封锁,走向远海执行作战任务。 图片来源,开心包子铺责任编辑。